中期改款后的斯科达明锐较之前并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很多细节上的提升却越来越彰显出其成熟的品质 新款明锐没有一味的搬移海外版 而是更多考虑到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迎合了中国人的喜好 在车型外观设计方面 新款明锐依然遵循传统的斯科达家族风格 但是大灯却采用了全新的双大灯分离设计 下格杉改用贯穿的横条设计 在视觉效果上更显宽阔也更显成熟 大灯的贯穿趋势和下格杉的横条相互硬衬 更显调理 尾灯采用黑色钢琴烤漆设计 与黑色的车顶相得一张 整体感觉更为稳重 与海外版不同 国内新版明锐尾灯采用了与素派类似的水晶元素 看起来更加精致漂亮 颜值略有提升 新车内饰的变化最少 配置方面则有较大改变 新款明锐增加了1.2T引擎 最大功率是150马力 最大扭矩为250牛米 与之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 其实大众集团在双离合研发上面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这套变速箱上很少有抱怨的声音 高质量的变速设备保证了高速的换挡速度 执行的速度几乎跟你的动作是同步的 甚至比运动型的轿车还要快 新款的明锐虽然在机械方面没有太多变化 舒适实用依然是主调 但在新的设计理念的指导下 进行了更多细节变更 使新车变得更有成熟的魅力 这也不失为改革的成效 越成熟的越有魅力 相信能够打动艾斯科达的车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